卢先生看中了截图山海T2这款车 他说一开始到嘉兴海宁市 合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看车 店里报价17万8左右 他希望能以15万的价格拿到手 15万他们当时没答应 我就走了 走来了他们就说 叫我付个1000块钱的一项金 他们就给老板谈 他是打字过来的 上面说的一项金 所以我就交了1000块钱 卢先生提供了他跟销售的聊天记录 对方明确 交的这1000块钱是一项金 他转给销售的个人账户后 对方又转给了公司账户 还向他要了身份证信息 之后对方又发来一份汽车销售合同 让他确认 卢先生回复 晚点再看 明天给你转钱 销售又表示 目前5000订金已收1000 已转财务 卢先生没有特意对这句话进行否认 再之后就是双方对于车子配置 和价格方面的一些沟通 记得注意到 销售发的订金是严字旁的订 它和宝盖头的订 在法律解释上有着本质区别 卢先生说 之后他又来到店里打算签合同 但因为一个车在爬梯的问题 他对店里的态度有了新的认识 因为爬梯不能做到形式正上面去 我就适当地问一下 我说爬梯如果不要人捡多少钱 他就很不耐烦地说 那个叫什么经历的 他就说捡200 那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态度不对 因为车子以后还要维修啊 保养啊对吧 你看到我交了1000块钱 你就这样的态度 卢先生进一步解释 之前问过爬梯单独安装的价格 店里说要加4000块钱 现在又变成了200块 差距实在太大了 另外作为消费者 十几万不是小数目 自然会问很多问题 在沟通时 店里的工作人员很不耐烦 他当即决定不在这里买了 继续来看卢先生和销售的聊天记录 提出退这1000块钱后 销售表示 电话里双方已经说好 价格申请下来后 这1000就转为定金 希望卢先生能有契约精神 卢先生说 销售提到的价格 就是他之前提出的15万 确实申请下来了 可对方从来没有在电话里 提起过一项金转为定金 卢先生表示 首先销售提到的是一项金 另外他合同也没有签 所以一项金应该退还给他 这家截图山海赛斯店的工作人员表示 销售一开始确实收的是一项金 经过沟通后 一项金转成了定金 他要的价格 他去给领导申请 申请完 宣转我一项金 然后申请完以后 如果行的话 转定 转定金 对 行了 他后悔了 他为什么后悔 你问他看 为什么会后悔 你们后面的价格申请下来了吗 对 申请下来了 他要的是多少钱 15万包牌落地 包牌落地 他说同家14万5 那你就知道了 你们这种竞争之间 都是一个牌子 我跟你说了 情况就这么一个情况 我们态度很解决 那为什么别的店能够便宜这么多 那他们要亏本卖 是他们的事情 关于一项金转为定金这事 销售跟卢先生的聊天记录中提到 电话里说过了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是通过电话确认的 卢先生再次否认 说电话里没聊过这些事 记者想询问当事销售 对方明确拒绝 便继续跟这位工作人员沟通 电话能没有录音 也没啥好说的 那么大概意思呢 那我说了不算呀 定金的话 应该有一个什么合同 什么之类的吧 他给他的 只是远程 你也知道的 远程的话 他怎么签字呢 那为什么不让签了字 再收这个钱呢 为什么一定要他先收 收益一千 这个定金的定字 这个已经不重要了 这个很重要的 那没事的 你们要判还是怎么说 没有没有 这个你讲清楚 就一般来说 在法律上来说 法律呢 这去法律呗 那宝盖头的定 一般来说 记得就是咱们买定离手了 这个东西是要负相应责任的 如果说你没有履行你的承诺 那你要双倍返还他 如果说他没有履行 他的承诺 那这个要收走 那么如果说 你们想要表达的意思 是这一层意思 那应该用宝盖头那个定 而不是应该用严字旁这个定 对 这个你们应该有培训过吧 我们他是笔物 然后有电话给他确定过的 他如果说要吹牛 那么我也没办法 问题又绕回了那通电话 但双方出入太大 又没有相关录音 记者向店家建议 既然意向金和相关价格情况 都能用微信白纸黑字进行沟通 那定金这么重要的事情 不管是合同 还是聊天记录 甚至是录音 更应该留下相关佐证 对于目前的情况 工作人员表示 一开始打算退还一半 也就是500块钱 他们也跟公司领导报备过 记者也把情况反映给了 截图汽车客服中心 工作人员登记了相关情况和联系方式 截止发稿 没有收到回复 18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